在地震过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需要大家帮帮忙 那就是现在的血库存量急速下降 很多人受伤了需要大量用血 因此玉里镇青年会4月15号 特别在玉里圆环举办捐血活动 也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捐血 玉里镇青年会与花莲县捐血战 携手举办了捐血活动 并且表示0403大地震过后 花莲的血库存量急速下降 迫切需要大众的协助 玉里镇青年会4月15号 在玉里圆环办理捐血活动 呼吁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捐血 上一次的大地震 那我们其实捐血在很需要捐血 那刚好又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非常的希望 大家可以踊跃来捐血 那玉里镇青年会呢 一直都是很热衷于公益 公益活动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在地青年 然后让我们的这份爱 可以在我们故乡 在所有地方一起流传 另外花莲捐血站说 花莲的血库存量一直都是很缺乏 希望透过办理捐血活动 让血库数量提升 0403的这个地震 因为整个那个交通路段 只剩下火车 往台北这边是通的 那这次的血液的那个补运呢 是甚至要绕到高雄台东 再到花莲来 所以还是急需我们花莲在地的 我们的民众呢 能够自己踊跃出来捐血 玉璃镇青年会与花莲捐血中心 将会持续致力于 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期待通过更多的公益活动 凝聚社会的正能量 共同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记者高雄双语镇采访报道